複雜程度降到最低了 大概已經沒有辦法再更簡單了 大概是有這些東西 然後 不過最後還有一個部分我剛剛講到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全部新增之後 再把資料刪掉 刪掉也比較簡單 因為你新增完了嘛 對不對 可能 他明天一來 又從第一筆開始 有沒有 所以他開始填填填資料 那今天結束了 他就全部新增 並且把舊的資料刪掉 那舊的資料怎麼刪掉呢 其實 幾個不外乎幾個方法啦 就是說 你要告訴他這個range 這個是一個範圍 那range的話從哪邊開始 從 這個開始 B3 一直到哪裡呢 到 F的 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然後後面只要用一個什麼 點 ClearContent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全部新增完之後 我希望刪掉資料的話 還可以再補一行 其實就補什麼 在這個地方 最後面的話 全部刪除 我就直接補一個 這邊 全部刪除 然後就什麼 range 告訴他一個range 哪個range呢 B3 冒號 F F8 對不對 點 點 ClearContent 那這個clear 這邊少一個 點 有沒有 Clear 你會發現他自動會提示 ClearContent 有沒有 ClearContent 是 清除他的什麼 清除他的內容就好了 你不能clear Clear的話格式 如果你有格式 他會把它格式拿掉 OK ClearContent 但是 這邊會有個問題 哪個問題呢 這個數字有沒有 你想說 那老師如果將來我不是第8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就不對了 沒有關係 其實你可以參考什麼 這個8的數字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後面的話 直接拿上面這個 這個不就是 第8列嗎 讓他每一次 以後 如果新增 他自動會去抓 所以你可以 把它copy一下 放在這裡 這樣不就好了 就是 B3一定是固定在這個位置 向下 F哪一列 我不知道 沒有關係 就是 那個數字 可以是活的 這樣的話 他以後 3的話 就會 就是針對你 到哪一列 就把你刪掉了 好 那最後 我們再試一下 這樣就完成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把資料全部刪除 就是刪掉那個舊資料 OK 那我們試一下 可以看 直接再執行一下 按全部新增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資料就刪掉了 OK 這個時候 他就是必須 下一次 隔天他又來上班的時候 他就打開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 Key Key完之後再全部新增 又刪掉了 所以他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cycle 每一個 每一個專員 也許每個專員 做的事情都一樣 但是他們的資料 最後到哪裡呢 就到SS去了 OK 但是這邊會有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的資料庫 有沒有 放的位置 是在這裡